眼前这座城市它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 它因石油而生 它就是中国最年轻的城市 青海芒芽 2018年12月 芒芽才正式设施 马路很宽草 车也不多 芒芽是一座非常年轻的城市 现在我所在的这个花土沟镇呢 整个城市环境还是可以的 我身后这个地方就是体育馆 这边马路非常干净 来到这儿我就觉得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 看过以前的那种电影就知道八九十年代 很多石油基地石油小镇 就有什么石油大厦石油公寓 然后还有职工活动中心 在这条街上就能够看到很多石油相关的 比如说食堂啊 还有职工宿舍 对面这就是一个职工食堂 这是职工活动中心 再往前走还有石油大厦 反正很多跟石油相关的产业企业在这边都能见到 而且在街上呢 还能够看到很多穿着红色工作服的石油工作人员 非常的普遍 中石油的职工活动中心 青海油田职工浴池 这边还有石油餐厅 前面是石油公寓 来到这里才知道什么叫做地广仁西 这个小镇就几万人 人口非常的少 在这边工作的很多人都是从事跟石油相关的 这个应该是职工的宿舍 这房子都是一层两层三层楼 楼层不是特别高 这位就是石油的工作人员 你好叔叔 我想问一下你们是在这边工作吗 是吧 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几十年了 是青海本地人吗 不是 那就是这边是你们的职工宿舍 这都是 那你们是几个人一套还是说一个人 一个人一般都是两个人一套 那这个住宿还要收费吗 单位交钱的呢 我方便问一下吗 因为这个地方气候环境各种就比较恶劣 而且就又远离城市 在这边工作的工资的话 是不是比西宁啊 这些会高一些 也高不了多少 差不多 好嘞 谢谢你 这边是二区十二 二区十三 这个职工宿舍的环境还是很不错的 这边还有大的停车场 这也是石油工人的职工宿舍 房子建设的挺好的 这个是青海油田客运二分公司 我有幸在花土沟 结识了一位承包油田食堂的四川老乡 他决定带我去感受一下石油工人的生活 太大了 在芒芽花土沟跟我老乡去他们工地上 结果路上胞胎了 直接都扁了 这是羊肉 今天风沙好大 一望无际的风沙 看到远处那些了吗 全都是磕头鸡抽油的 体验石油工人的工作餐 菜的种类挺多的 青椒肉丝 白菜 玉米烧排骨 confronted by the 老乡 殓升 台鼓 哈哈 这个 这 啊 哦 嗯 嗯 哦 吃完饭出来 带大家看一下这边的磕头鸡 彩油鸡 为什么叫磕头鸡 因为它这样就像磕头一样 沿着这条路 这两边全都是磕头鸡 青海油田彩油衣厂 这下边是一个井 1996年9月12号完转 这个设备不知道 是不是以前用来储存油的 现在已经停用了 还没有拆除 咱们国家有几个很出名的油田 最开始小学的时候 我就知道了大庆油田 后来玉门冷湖 现在这是花土沟芒芽 地处青海西北的芒芽 三面无人区一面沙漠 它不仅是中国最年轻的城市 它也是中国最孤独的城市 在这平均海拔3000多米的地方 虽然自然环境恶劣 但它却是祖国的聚宝盆 有着相当丰富的资源 石油目前探明储量6.74亿吨 天然气的储量则是4025亿立方米 石免储量2154万吨 居全国之首 天津石储量1500万余吨 占全国储量的88% 正是因为这样 芒芽市花土沟镇发展逐渐壮大 花土沟镇作为芒芽市人民政府驻地 经过三年的发展 整座城市已经建设得相当不错 开车绕着城里转一圈 你会发现这里的大部分产业 都与石油相关 其次就是生活所需 饭店 宾馆 洗浴中心 周围青海的西大门 和通干入江的咽喉药道 以前这里被称为小香港 不过听外来经商的老板讲 现在已经不复往日的辉煌了 芒芽 一座靠石油而生的城市 以前这里并没有城市 后来发现石油之后呢 就在这里新建了一座城市 很多人就来到了这里开采石油 然后就建了这么多的房子 就有很多人生活 说不定在很多年之后 石油开采完了枯竭之后 这个城市也会像冷湖玉门一样 荒废落寞 资源一旦枯竭 人也就走了